这件事情其实也很简单了 就说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讲 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我说的是在中美进入大国用的贸易战 包括新冠疫情之前 现在美国人自己反思的第一波超级全球化的火车当中 其实你仔细想想那些企业是怎么来的 它是被利润驱动过来的 它不是说我来帮助你中国 就对于美国的企业来说 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美国的比较优势和中国的比较优势 如果在经贸领域通过正常的经贸关系 就是大家根据比较优势结合起来 就可以为全世界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是全世界最具效率的价值方式 它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最优解 当年中美的经贸关系就是这么起来的 不是谁讨好谁 谁有求于谁 谁施舍谁 谁恩赐谁 大家都是冲着各自的需求去的 美国到中国来 中国有没有拿到好处 当然有拿到好处 技术和产业生计有没有受此影响 有没有获得技术转让 当然有 那你美国是白给的吗 是白送的吗 不是 它获得了最高的利润 它获得了最高的回报 我就说美国这种回报 你如果仔细去算算 你就知道 为什么那些美国企业从来不提 它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不是赚钱少 是高得吓人 不好意思说出来之后会有别的麻烦 现在美国企业的问题或者说挑战 或者说对于中国来说是什么 美国企业承受不起失去中国市场带来的损失 你比如说黄仁勋 他的英伟达已经明确说了 要给中国再开发第二款最高性能的芯片 既能够规避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制裁 又保证他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 因为如果他再不进来的话 中国自产的芯片就可能把它真的踢出去了 这个他是受不起的 这些企业到中国来 无非是什么 我认为他们的心理是比较微妙的 就是他们不想在美国为中国讲话 他们不想在美国政府出台一些无理的制裁 中国的政策当中去顶上去 去说几句人话 同时又希望中国单方面给他们好处 不要把美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报复在中国这些美国的企业身上 我认为这是后面中国深化改开放 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我搞改革开放 是为了服务中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我不是当傻子跟凯子 你这些企业到我这来赚钱 你承担一项义务 什么义务 你有义务维持两国关系的良好 我可以开放 但是有一类企业除外 如果你所在国家和政府 也推行了有损于中国的政策 我不会我也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企业 在我这获利对吗 否则我就是傻的了 你一方面可以对我愚屈愚穷 你一方面又可以在我这挣钱 那我上辈子欠你的吗 我认为这个模式是要改的 然后美国美中商会这个机构 我也理解他的情况 他们的情况是什么 说白了 他们在中国赚的钱 美国老百姓没分道 你去看中国的 这次我们的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 三中全会的决定 其中强调什么 要让老百姓获得改革开放的好处 现在在中国在网上也有讨论 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其实很简单 你要让老百姓支持你的政策 你要告诉老百姓 第一我的政策可以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第二老百姓要感受到这种好处 美国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美国为什么会出特朗普 为什么特朗普这种反全球化的 这种非常反制的言论 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美国老百姓的共鸣 就是因为这部分老百姓他认为 他没有从美国推动的对外战略当中去获益 你受损失关我什么事 你挣的钱又没分我 所以这些企业与其跑到中国这来担心 他如果真的要去做 他去跟民主党 他是跟美国国内的开明的人去合作 去解决他们在全世界挣的钱 在美国国内怎么公平分配的问题 让老百说服美国老百姓去支持这种双方之间 搞经贸大家都对有好处的这样一种政策 说白了应该是这样去做的 当然了他现在到这边来 至少摆出了一个政治姿态 对吧 显示出这些企业对中国的市场是重视的 是关注的 但是你要拿出行动 这个行动不是说你在中国要去承担投资 而是你要承担起你应有的义务 最后一个我还要说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 最终的目标不是把中国变成一块肉 让外国企业在我这赚的盆满钵满去伺候外国人 这个你就想错了 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也会伴随着什么 伴随着中国本土企业起来之后 中美两国的企业和所有中国和外国的企业 都要在中国市场凭本事竞争的 如果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 中国企业起来了 外国企业被推出去了 因为竞争失败 这个时候不能是作为我们不改革开放了 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误会 就是拿外资的绝对占资比例 和整个比重的变化程度 就弄得好像中国一定要让外资 在这个市场上一去一去 赚得盆满钵满了 我们才在高改革 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然后这些企业 这些美国公司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说白了 你的技术创新能力怎么样 你有没有真实的有效的技术创新能力 如果你能力也跟不上 在国内也不想出力 就想平一刷一张脸 搞好这个关系 然后继续维系在中国的这种利润收益 然后不承担任何代价 我说实话 这种打算也不太可能成长